大家都预料到接下来半年 从美国一直到全球各地 我想可能在经济上 大家都要面临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但是却有人从危机当中看到转机 好像你 你看你麦鱼卖得这么火红 不是 不是因为我其实 其实如果聊这个麦鱼 其实我在二月初的时候 我就开始失业了 因为我的歌台被取消 然后我拍新传媒的一个电视剧 也是拍了不懂第十天就喊卡 结果新加坡也lock down了 整个说我二月到四月中的时候 我的收入就是零 我记得我总共是75天 全部是没有收入 我就去银行 从银行吃老本 每天买菜都是在家里用的 住的吃的用的 全部都是在用老本吃老本 所以我在这里想一下 这样不是办法 那有一天我就去讲银 那我一个朋友他是做鱼的 他说诶 我说四月 他说你拿你比我夹辣 我说比你更夹辣那个鱼服 他说现在他们的鱼 已经刚好可以卖了那么大只 结果新加坡很多地方 巴萨限制人潮进去 MPUC限制人去 变成他们的鱼本来一天可以卖1000条 变成剩卖500条 变成如果这样这样等待 他后面的鱼还越来越大 如果没有人买这些鱼要拿去放生 他跟我讲 他就那个鱼场捞起来给我看 真的没一只很大只 捞到真的很大只 他说如果在一个月里面没有卖出去 这些鱼他真的要放出去 他叫我可以帮帮忙吗 在网络卖 我说怎么要卖 我怎样讲一讲 我都是一个电影明星对不对 对 因为那个身段要放下去 没有那么简单 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然后考虑了很久 我觉得自己 我不要吃饭 可以 但是我家里人也要吃饭 OK啦 就汹汹啦 刚才汹汹就来做 我说你给我先播啦 金木炉啦 什么鱼什么鱼 你知道第一个直播的时候 讲得很好 我很用心去卖 哇这条鱼是哪里 人家一直问 哇是咸水海水的 问了这些 你的鱼多重 什么什么什么 问到很多 忽然画面出了 comment出了一个 你的鱼可以买来放生吗 我跟你讲 我整个杀掉这一句 那你就是因为这一句激发了你的潜能 对 你的直播的这个潜能 对 因为这个 我直播根本以前是 只有1000人啊 800人啊 我的直播大概数量是这样 哪里知道那一句话 应了他过后 我整个傻掉 因为我是在歌台的主持人 现场我先卖没有彩排的 是所以你看啊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直播都是有很多挑战的 没有彩排 没有NG 没有任何的一个让你有防备 你说线路上的问题呢 他就会让很多时候你要马上要应变 回来了吗 对对对 有啊 没有彩排嘛 没有NG的嘛 对对 没有NG 然后那个人给我启发 因为我一个人啊 我知道那一次直播最多 我7到6800 我很开心耶 我跟我太太说 我的直播有6000多人在看耶 他说真的吗 我说真的 一个人要对6000 他们就来了 一个接一个 鱼有可以放声吗 鱼有耳朵吗 虾有公还是母 虾有几只脚 这些废话全部来 没有 我在很用心在卖鱼 但是我觉得我被他们玩 他们在玩我 但是我知道他们玩我 但是我觉得我能应付 但是我没有想到 加龙你听好 我没有想到 他人越来越多 他人潮看越来越多 变成你一个人啊 你要顶4万人的话 你一个人就这样 你要打4万人 叶飞 叶飞打仗都没有这样够力 我跟你讲 是 很难的 他们来的 讲的话 你真的无法去想他 有人问你 我刚好在卖鸡翅旁 他来问我 你的鱼有没有卖鸡翅旁 我卖三文鱼 他问我 有没有四文鱼 五文鱼 你看这些废话 你在卖的时候 你很生气 因为我是一个老厨 我是一个老厨 我直接跟他们骂 骂 那也是夜骂 整个真的是生气 我几乎 几乎我已经做到现在 已经八个直播了 八个直播了 但是每一次都真的 每一次直播后 我要吃药 吃那个镇定药 这样闻是吗 对 晚上不能睡 完全不能睡 那些他们问的问题 全部在头脑 全部在头脑 我知道他们要 因为我们的 你看到我的脸 一生气 他们知道我的脸生气了 哇 那个真的 真的要骂得更出 没有办法 因为有几万人在看 就收了 因为我的儿子有在看 我的女儿也有在看 我的孙儿也有在看 你的孙儿在看 你骂出话 对的 那你要事后 要跟他解释 那是辅导级的 现在我女儿跟我孩子的 都不给他们看了 我坦白讲 他要谢谢马来西亚的朋友 帮我传 传到连台湾 现在台湾差不多 有十家商家来找我 哇 我吓到 你知道吗 我吓到 你知道吗 他们邀请我 叫我飞过去疫情过后 要跟我打荷叶 几页 飞去 台那边 台湾那边 做那些直播 鞋的也有啦 锅的也有啦 刺的也有啦 衣服的也有啦 帽子的也有啦 这些太多 我想不到 因为我自己想 我在新加坡拍了 总共二十四部电影 我熬了二十二年 都没有那么多人认识我 现在我连 我去打游啊 我去打游啊 那些收钱的人 都找我拍照 那些楼下的 烧地下的 曼嘎啦 曼嘎啦 都来找我拍照 对 他们也会问你 鱼是男 翁的还是母的吗 对 对 尤其今天那个 咕咕咕咕咕 我不敢下去了 我不敢下楼下了 这边 我去打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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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打游啊